李克勤今天到電台宣傳新歌 近年多在內地工作的他 希望接下來可以多點時間 留在香港做音樂 因為計算一計算 原來如果由我們第一支唱片開始計算 剛好今年是30周年 所以九月份會有演唱會 所以今年我也希望可以 做多一些廣東歌 或者留在香港的時間比較多 做好演唱會 尤其在年初的時候 在一個班長內我都說過 其實這幾年好像一直都沒有出席 希望今年年尾時可以出席 如果大家需要我的話 因為其實對於自己也是一個鞭策 身為足球迷的赫勤 日前看球賽時 在網上分享了一張截圖 但就被發現 他用盜版網站看球而受到批評 黑勤都說下次真的米製了 我又不在香港 又想看 而又找不到看的話 就不要看 嗯